恆指今天高開66點 早市保持升勢 不過下午大市就轉趨疲弱 全日高位升195點 低位跌93點 最終收市報20797點 跌46點 成交額1083億元 國企指數跌0.6% 科技指數升0.5% 騰訊跌0.7% 阿里巴巴跌0.4% 美團升1.4% 京東升3% 港交所跌0.8% 匯豐控股升0.1% 表現最好最差藍籌股分別為 海底撈升4.9% 碧桂園跌8.5% 安行業組別 消費者主要零售商股今天表現跑贏 恆安升0.4% 惠達升0.1% H&H升4.2%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格奧爾基耶娃警告 由疫情爆發 俄烏戰爭所引發的加息潮 將醞釀一場全球債務危機 他表示約三成發展中 新興市場國家 已經或快陷債務困境 花樣年公布 德勤、關王陳芳回計師行 不再是集團的核數師 德勤表示 因未完成審核工作 無法向公司股東或債權人 提供任何需注意事宜 紐西蘭、韓國兩地央行 今天齊加息50基點 以抗急升通脹 紐西蘭最新利率報2.5% 也是連續6次加息 而南韓加息後利率為2.25% 這也是該國至1999年 採用現行政策體現以來加幅最大的一次 另一邊商 野村預料隨著日後通脹回落 經濟衰退 美國和歐洲央行 在2023年將開始掉頭減息